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你们可能很难理解我心里的难受 我差点又退赛了 哦 我真的是太痛苦了 你知道我本来这期节目还挺想拿个名次的 因为去年退赛之后 我爸就总觉得他能指导我的创作 给我发一些网络段子 说这个段子好 这个段子好 拓游大会讲这个 我说爸 咱干点啥不好 为什么要学白凯南 其实出了这个事 当时我还挺开心的 想着拓游大会好好讲讲 谁能想到今年这个世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一件比件震撼 东非蝗灾 科比去世 澳洲森林大火 你感觉白凯南放在里面根本不值一提 除非澳洲大火是他放的 我发现这几个月 在网上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重阳媚外的标准 好像在逐渐降低 以前只有觉得国外一切都好的人 我们才说他重阳媚外 现在变成 只要觉得国外有任何可取之处 我们就说他重阳媚外 上个月 有位医生发表了一个观点 说小孩的早餐应该吃肉蛋奶 不要吃粥 被人骂上热搜 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 吃肉蛋奶就是重阳媚外 看完我都懵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 我刚好吃了红烧肉 松花蛋和双皮奶 吃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 我吃的原来是顿歇餐啊 气人不气人 真的搞不懂 对吧 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 你骂这位医生 又有什么立场 你自己打开苹果 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 通过专利 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WiFi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 发送到由 蒂摩西约翰蒂姆 伯纳李教授开发的互联网上 发送内容 居然是批评别人 重阳媚外 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 你为什么要当键盘侠 你去当算盘侠呀 太难受了 但是虽然这些人的逻辑 很荒谬 但是我在网上也从来不敢跟他们正面交锋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本来没有规则 人数够多就能制定规则 为什么 白凯南抄袭 我能抢占舆论的高地 是因为我有理有据吗 不 因为白凯南是一个完美的维权对象 有名气 没粉丝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发生啊 但是如果 抄袭的人是蔡坤 公司还会帮我发微博维权吗 就算发内容也只可能是 天呐 我们节目的经典段子 竟然被蔡坤老师实名pick了 既然大家这么有言 要不要考虑来 脱油大餐当嘉宾呢 两个表情 还是得有情绪 情绪太重要了 而这 就是我又跑来上节目的原因 虽然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蔡坤 但也想尽力避免 让自己 沦为白凯南 谢谢大家